你敢相信吗 陈奕迅的孤勇者居然成了小学生的最爱 连陈奕迅都不禁怀疑自己 难道我真的唱了一首儿歌吗 这全情投入的演唱 看得出来小学生们是真心喜欢这首歌了 高燃的旋律配上简单易懂的歌词 整体就是燃上加燃的设定呀 也难怪小学生们听过几遍就能翻唱出来 与此同时还有这样一批留守儿童 通过将网红神曲的歌词改编成爱过歌词演唱出来 轻轻松松获百万点赞 如此热血的改编真值得被纳入音乐课本传唱呢 孩子们知能的嗓音听起来更加触动人心 甚至有网友评论 跟着唱了两遍居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歌词的改编不难听出 这首歌被改成了唱给军人的歌曲 这种带有强烈爱过色彩的歌曲 听后真的很难让人不动容 在听过各个版本的墨盒舞厅之后 依旧觉得孩子们的演唱最令人泪目 在孩子们的背后 改编歌曲的作词人是他们的音乐老师李平 使他的坚持和才华打开了孩子们的音乐之门 建立了留守儿童的自信 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建立呢 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 孩子们会因为幼时的这颗音乐种子 走出那座高不可山的打盘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